1988年的8月25号,9点钟,我们就在外面,就在单位院里,正在没啥事儿唠嗑呢,突然间看到那个西北部出了一个光团,然后呢出现了以后呢,由于这东西由小变大,越来越大,完了又是顺势针旋转,反正旋转,当时我们就懵了,这是什么东西从来没看过,一看呢,肯定,第一个我印象感觉, 不是属于我们气象的东西,可能是天外来物,或者什么飞碟 这就是黑河气象局辛苦保存了20年的录像带资料,时间太过久远,图像有些模糊,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不明飞行物出现的那个时候,人们心里有多么的激动 从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次无比华丽壮美的夜空奇象,一个光点急速升高,随即旋转扩散,光亮异常 而最为蹊跷的是,发光体旋转的过程中有一次明显的变相,从顺时针忽然转到了逆时针方向 这个让人匪处所思的变相,是在照片中无法看到的,也是我们在电脑模拟的动画上都没有想象到的 当时连续这几天,整个老百姓里每天就是差距放过这个议论的一个主题 因为它连续出了一天,第二天又出了,连续出了五天 所以说这个议论的很长很长时间 多数人倾向于是不是俄罗斯消费核武器出现一些各东西,能不能影响到咱们生活,能影响到咱们 当时啊,也就是1988年的时候,正是前苏联即将步入要解体的时候 冷战也马上就要结束了,确实当时前苏联呢,进行过核武器的销毁 但是核武器的销毁绝对不是说,哎呀,这个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打上去,让它炸了吧 不是那个概念,核武器空爆的威力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种空爆实际上就是使用它了 如果当年苏联真这么干的话,它自己的人民会遭殃 全世界的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而且如果有这样的行动的话 那么当时美国也好,前西方集团也好 都会通过各种侦测手段把它侦测到的 那么正常的核武器销毁呢,其实指的就是对它的战斗部 也就是核弹头这部分进行消解 先把它拆开,把其中的各个零件呢,洗消无害化之后再深埋封存 对它里面的这个核反装置当中的核物质呢 也要对它呢,进行封存深埋 这样呢,才能说是一个简单的核武器的拆除保废的过程 而并不是像有些人传言的,哐让它炸了吧 现在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这段画面 我个人认为呀,第一它非常的诡异 第二呢,它实在是太美了 尤其是到了结局这个部分,您看到了吗 原本是这样转的突然之间,你都形容不出来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就拖出了一个与之前旋转方向完全相反的美丽的尾巴 如果说这不是一个油爱风,这只是一团焰火的话 你会惊叹于人类的奇思妙想 但这件事情神秘就神秘在了,它不是我们已知的一些我们常见到的飞行装置 或者是像烟花这类的东西 它是人们无意之中拍摄到的一个,已经悬了二十多年的一个UFO的片段 它到底会是什么呢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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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